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菩提家也位于印度比哈尔省境内 是佛陀正觉的圣地 更可以说是所有佛弟子们的心灵故乡 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 每年更涌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僧侣和旅人们 来此找寻生命与心灵的答案 一切的觉悟一切的修行是要从苦开始的 也就把大家的念头转向了一个正道 正知正见上 所以事实也告诉我们 我们一开始从苦 然后慢慢的不断的 从苦行到正觉 到正觉大塔 然后从正觉呢 我们就开始走佛陀说法的这些路程 曾经有一位诗人哲学家 称菩提树下的金刚座是地球之旗 意思是世界的中心 一指佛陀的教法指引世人 挣脱无名的罗网 从苦恼之海 阅渡光明智慧的彼岸 对于大菩提寺而言 这样的形容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每天这里拥有来自全球各地 络绎不绝的朝圣旅人造访 从清晨到夜晚 大菩提寺 川流不喜的耐心 接引每位旅人 清晨天为亮 踏进了摩赫菩提寺大门 沿路挤满了兜售教卖 贡花与念珠的小贩 以及虔诚朝拜礼佛的人朝 口中念念有词的缅甸佛教徒 端坐在一旁 逼回有力的持咒声 从左方传来 原来是藏传佛教的喇嘛 正在专注蜀诛持咒 面对大殿旁的菩提树下 一群红衣喇嘛的大礼拜 一个接着一个的坐 仿佛接力般的行云流水 而来自灵旧山佛教团的团员们 早已身着海清在菩提树下 恭敬跪地的礼宋华言颤 诵经礼颤绕踏持咒声 此起彼落 清晨的大菩提寺 竟然如此经咒声沸腾 许多的故事 也正悄悄地在大菩提寺的每个角落 热闹上映 每一会儿大殿正要开门 迎来了今天第一批的礼拜队伍 双手合适的南传佛教僧侣 他们静谧庄严的鱼贯前行 只为了向世尊顶礼膜拜 为世尊披上架杀 久违的一句阿弥陀佛 竟然就这么迟来了两千五百年 尔终于来了 尔终于来了 在正觉大塔 也是感觉非常的 这个佛陀的磁场 佛陀的这个智慧 慈悲的磁场 依旧在那个法 正觉大塔 不断的流露当中 那这一次我感觉特别殊胜的是 这么一大团 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 有新加坡 美国 还有这个台湾各地的 这样的一个虔诚的信众 一起来朝圣 正觉大塔 久历沧桑 曾经历多次重建及修复 从法显的佛国记 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资料对证 可以肯定 经设建于西元二世纪 现在的佛塔 则可能是五或七世纪时 摩洁陀国王所建的原型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 描写着当时他所建的景象 四中共有六进庭院 楼阁三层 围墙高三四障 建筑工艺非常高超 绘画装饰也非常精致 如今的大菩提寺 壮如金字塔 雄伟壮观 四周有四个小石塔围绕 是印度现存最早的专建佛寺 大菩提寺里最受瞩目的 就是菩提树 以及七周圣地了 大菩提寺 大菩提寺 在正绝大塔的背面 就是金刚座与菩提寺的位置 西元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语王 曾历时为绩 现今各国朝圣者都来此跪拜 这个装饰有布曼 供奉着鲜花的实作 就成金刚座 取名金刚 系以金刚的坚实 比喻佛法能破万物 而万物不能对佛法 有丝毫损毁之意 佛法追求的就是永恒的一个生命 无障碍的智慧 还有一个慈悲片满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追求永恒的一个本质的存在 还有一个没有障碍的 转换烦恼的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将去实践 一切的慈悲 来让我们的福慧具足 当年玄奘法师 曾热泪盈眶地跪在菩提树下 感叹自己未能生在佛陀时代 今天 我们眼前所见的菩提树 也早已被当年佛陀悟道时的元树了 这棵树和大菩提寺一样 命运多舛 屡次与外道和伊斯兰教对抗 虽曾遭到砍伐和焚烧 如今菩提树的枝叶 还超过石壁一丈多高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菩提树 是他的第四代 据传是由斯里兰卡移植回来 在这里我们看见世代传承的佛国种子 无论种族不分你我的汇聚于此 绕塔虔诚顶礼与朝拜 就成了大家的共同语言 至于七周圣地 则是佛陀正觉后 各花七天冥想与惊醒之处 包括了第一周在菩提树下打坐 第二周走到白塔之处 感谢菩提树曾为他遮印 不眨一眼望向成道之处 第三周是佛陀双足落地 并有莲花涌出的尊贵步履 第四周是佛陀放逐五色圣光 就是全世界佛教五色旗的由来 第五周是在一棵荣树下禅定 提出众生平等的理念 第六周在龙王室度化龙王 第七周有两位缅甸商人归依佛陀 佛陀致赠八根佛法 目前供奉在缅甸仰望的大金塔里 第七周us 第七周正语 第七周 据说 佛陀最初于菩提场中成正觉 便在七处酒会宣说华严经 此行我们也在正觉大塔下 礼华严颤 追忆两千五百年前 佛陀的智慧经教 所以整部华严经呢 是释迦牟尼佛 在教导我们怎么成佛的整个位阶 这是师父开示的 从识信识助识行识会上 道识地 然后等觉跟妙觉 这五十二个位阶而能成佛 所以整个华严呢 就是从信解行证 所以呢 整个普贤十大院是总设整个成佛之道 最简洁最有力最快成就的方式 也就是把菩提心行五贤十大院 华严经乃是佛经中的经中之王 自古以来 若非证得菩提境界者 绝难讲说此经 弘扬此法 因此 若能明了华严经 就等同于得到佛的全身 以及佛的慧命 我们在两千五百年后 能有这样的姻缘 在佛陀悟道的圣地 地听声闻心道法师宣说 大方光佛花眼镜 那是何等殊胜的善缘与福报呢 我在菩提盖亚的时候 有请问师父说 师父我们如果办朝圣 但是呢 您可以在菩提盖亚 待三天到七天的闭关 我们就是禅坐 诵经 绕塔 拜佛 那师父呢 就这块他非常高兴的承诺了 所以呢 我相信未来是有可能是 闭关加朝圣 这样的一个融合性的一种朝圣方式 我相信会更出身 我们来到佛陀悟道处 看见来自世界各地 不分显密 不分三圣 把握生命精进修行的佛教僧侣 甚至世界各国汇聚于此朝圣的旅人 大家一同来到这个心灵的故乡 追寻觉悟之道 于是 当觉悟与觉悟相互汇应的时候 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相互映照人与人之间 让爱与善念的种子 不断循环 不断地传递出去 你说我们在此所体现的 不正是佛术华眼世界的 圆蓉与觉醒的境界吗